缘分 总是不经意的到来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白雪公主 或者白马王子 为何是降临 葵子和闺蜜在小园 共南向人气王子终生告白 这浪漫的举动 并没有让他成功 反而在群众面前 遭到了终生的拒绝 而闺蜜还不相信 此境能被拒绝的事实 她一眼错愕 让鬼子看得非常心痛 年少无知 鬼子显然将这一切 都怪罪到了终生的身上 殊不知在爱情的道路上 任何人都有权利 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而葵子要求终生去给闺蜜道歉 可没想到终生竟然借机 将葵子推在墙壁 并询问他 是不是也想追求自己 上于新的激动 一瞬间就被无尽的吃怒给掩盖 葵子在意识到自己被调戏后 便一直要将终生踹到楼下 这换来的 就是他必须的承担责任 他要将终生送回家中 可也因为是件事 葵子发现 原来终生竟然在一周前 搬到了自家隔壁 由于受伤的问题 葵子现在必须照顾好终生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 只是本能上好像无法拒绝他 这个男人真的好可恶啊 而在给终生做饭时 葵子说起了有关闺蜜的事 并且一人不断地念叨着自己的心事 可没想到终生竟然宽衣解带 靠在了葵子身旁 这一举动让葵子手无足措 导致将酒精当成的白水倒入锅中 大火凶凶而起 幸好屋内石油果栽紧包机 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发生 但这同时也将终生的屋子 弄得到处都是水 许多设备也都包废 幸好房东并没有太多计较 只是告诉他们 这些维修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无家可归的终生 就借此机会 住进了葵子的家中 心理善良的葵子 不懂拒绝 虽然嘴上不满 但他总不能真的让终生扭落街头 可依然一律共处一事 总会有许多尴尬的事情发生 葵子看到洗完灶没有穿衣服的终生 吓得躲在长叫 不敢动弹 又或者 因为房间太小 他们睡觉的地方 也得共处一事 种种做法 一直都在挑战葵子的底线 但这些事 他又不敢去跟朋友抱怨 哪怕看到终生 在小园里生龙活物的踢球 他也只能生闷气 最让葵子意想不到的是 其实闺蜜根本没有生气 反而他已经预料到终生会拒绝他 闺蜜不仅没有讨厌终生 反而更加的喜欢终生 也在此时 一位同学火急火燥地赶来 原来是隔壁班级 有一位同学 因为跟男友同居 而被退学了 恰好终生拿着葵子家的钥匙 来找他 这让葵子非常紧张 虽然两人并不是男女朋友 可是在外人眼里 这就是同居 终生看出了葵子的畏惧 便用此事 调戏了他 两人更是在不经意间 相拥在一起 一次终生带着同学来到葵子家 在被同学发现后 终生便缓称葵子 是邻居 然后将他赶出家门 恰好吃时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孤苦伶仃的葵子碰到了三条鸽 在吃了三条鸽给了感染油后 原本不满的心情 也都烟消云散 但一回到家中 他还是不满地抱怨了一番 为什么终生这么讨厌 可没一会 葵子就差点晕倒 原来在外面淋浴 导致葵子现在发了高烧 不散言之的终生 接着摸葵子的头 把降温贴 附在了他的额头 其实终生并不像表面那么讨厌 就连房东也非常喜欢终生 他告诉葵子 终生年纪轻轻 就承担几次的房租 说完 他也邀请葵子 在周末时一起参加烧烤派对 这是为了怀迎终生的到来 而举行了派对 可没想到闺蜜竟然发现了 终生和葵子同居的事情 但在派对上 他们很快就很好录出 只因为葵子告诉他 终生家庭的下水道坏了 所以才会来到他家刷下洗漱 这个别角的理由 最终还是让闺蜜选择得幸福 但没过多久 新闻提入来了 终生的大哥带着终生的前女友朱莉 一起来参加这场派对 再见到闺蜜和葵子两人 前女友朱莉 显然非常掩误 她不断的前摆 不断的纠缠 为的就是让葵子两人吃醋 而她的做法确实成功了 葵子在聚会上 总是不经意的去投票他们两人 而朱莉和终生 却有一个约定 看似对朱莉 并不是很在乎的终生 却又好像非常在意她 而三条也看出了葵子 对终生的情感 他找到了终生 并用哥哥的身份警告了他 如果敢伤害葵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而此时葵子 却跟朱莉 待在一起 那娇滴滴的态度 已经没了 取而代之而 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语气 他警告葵子 不要做任何的幻想 终生 不是你能接近的人物 因为这件事 葵子在半夜睡不着觉 突然 电闪雷鸣 照让他更加的害怕 更加的睡不着 但终生 却在这时拉住了葵子的手 有了寄托的葵子 在他大手的前者下 缓缓地睡去 而终生 却陷入了犹豫当中 雨过天晴 房子给葵子 两张游乐园的门票 终生自受主张地 抢走了一张 他说他要带葵子 练习一下 练习 人与人之间 是如何约会的 随着时间 一步一步地相处 葵子发现 他越来越抗拒不了 这个无理的男人 他还渐渐发现 自己对这个讨厌的男人 有了感情 在终生想要亲吻葵子时 他没有拒绝 可是因为葵子太过紧张 终生并没有下手 他要等待葵子 翻开自我时 而在不久后 朱莉也发现了葵子 和终生同居的事情 他再一次威胁葵子 不要妄想 夺走终生 这让葵子非常好奇 终生的过去 他在询问终生大哥的时候 却遭到了对方的抢问 大哥前来没有看出 终生对葵子的感情 反而将这件事 当成笑话 告诉了终生 两兄弟的关系 也因此破灭 而终生找到葵子时 他还在伤心的苦泣 看着眼前的女人 这一次 终生吻向了他 之后两人在袭击后 躺在草地上 葵子终于可以肯定 自己真的 爱上了这个男人 他们之间的相处 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个小小的母子 承载着浓浓的幸福味道 一起刷牙洗漱 一起树门上学 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一起购物回家 葵子希望永远永远都能这样 但哪有那么容易 在终生生日当天 朱莉打来了电话 他嘲讽了葵子一番 然后再次告诉他 今天终生会陪自己 以后他会到自己的家里住 果然 终生回来开始收拾衣物 直到终生临走后 葵子才醒悟过来 幸福要自己争取 冰冷的雨夜中 葵子摔倒了 但是 他得坚强地站起来 只因为如果再不快点 他爱的男人 就要离开了 当双手抱住这招式 默想的男人后 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拒绝 终生 将葵子的手给拉开 他无法答应葵子的感情 他是一位 无法拥有自己情感的男人 他走了 小时在这语言当中 他不想因为葵子看到他 而在受到伤害 之后葵子从终生的朋友口中得知 原来当初两轮分手时 竹力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挽留 就让终生觉得自己亏欠竹力 一段感情就让被束缚着 可在葵子准备放弃时 却又偏偏收到终生辛苦打工 而买来的项链 这是曾经让人关接时 葵子告诉终生 自己喜欢的项链 看到这项链 葵子哭了 葵子在闺蜜院前 永远都是开心的模样 他不想让人看出自己的楼落 可其实贵蜜他们都明白 于是 他们找到了终生 将那条项链拿给终生看 并告诉他 此时葵子正在跟三条 在情人游乐园里 所有的情感 在看到这个项链后 终于爆发了 他发了疯了 开始准备寻找葵子 看到这一幕的贵蜜 他们别提有多开心 人生就只有这样的朋友 而葵子此时 正在面对三条的告白 但他会接受吗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 他也能走到游乐园里 突然 他情绪失控了 只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 他早思不想的男人 正在寻找他 在蓄力的烟花下 一份被耽误的感情 终于成了 我们永远无法预测 自己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 也许曾经你讨厌无比的人 现在却是你最深爱的人 也许曾经你最深爱的人 如今却无比讨厌 感情这种事 强求不来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不管如何 还是得不到他的心 我是少年 多一请问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